明天就要看到這個2018年的鬥魚版本的心情如何呢 2018年對2014年的版本我們先從 從我 特別的感動 然後覺得有一種 回到當年那種鬥魚混的那種精神 就是哇哦 當時我記得是1月28號上映 那時候那天日子一直印在我心裡面 對 所以明天依然也會印在我心裡面 不同的日子 但一樣的鬥魚混 鬥魚混 Yes 有超多的這樣感覺就有回到當年的感覺 那我們的安姐 小燕子 其實我真的非常期待 雖然是為聯合監製他們不讓我看片 真的喔 你還沒看過 沒看過 他們希望我等會在電影裡頭 跟鬥魚所有的演員們一起去感受 然後那個刷14年就一下子就回來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真的很期待 那我相信 新舊兩派在一起 很精彩很好看 真的真的很好看 那我們的紅豆姐 就真的是非常的興奮啊 因為我們鬥魚拍了兩季 兩季嘛 鬥魚一鬥魚二 然後都是我們這些演員 所以其實大家感情都很好 然後再回來的時候 也發現大家都沒有變 然後還是很像那個 劇中角色人物的那個樣子跟個性 拍起來的時候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真的喔 非常舒服對 然後也非常的興奮 覺得也會很替他們新的演員 就是加油打氣 因為真的是有一個 讓人記得的經典的戲 然後有傳承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對所以大家明天一定要來戲院看 覺得很過癮 是 還有我們最可愛的阿琪哥 幫你 幫你恭喜給我 怎樣怎樣 因為 那個時候 我們都是新人 然後 拍完電影之後 我覺得心中有一個小小的一看 那我希望 待會大家幫我一個忙 可以嗎 好 什麼 有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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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給阿琪嗎 重回我們電影的橋段 哇好大 太有格了 阿琪要跟豆瑜求婚 因為阿琪在跟 快收啊 也不能講太多 不是跟豆瑜 你是紅豆 太緊張了有沒有 好 你覺得呢 你願意嗎 我把自己的收起來 我願意 哇 阿琪真的是 不給你搞笑可愛的本性 沒有啦 我覺得我希望能夠 因為 導演 因為這段沒有對不對 對 因為這會跟電影後面連結 所以 欸真的 在場每一位 都可以做歷史的見證 謝謝 謝謝 哇 不好意思你知道嗎 等待是值得的 因為我得到的不是戒指 是手環 來著 是 你剛剛拿那個我還 怎麼會有這一段 這四位其實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你們吃這個應該可以聯合保養 代演一個保養品 怎麼可能 太逆齡了 謝謝四位